新加坡,亚洲的瑞士 在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早上开门后不久 位于新加坡雷德西尔街区的劳斯莱斯展厅就已经热闹非凡 美中关系依然紧张,金融市场动荡 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颇在眉睫 现在是像一辆粉红色的幻影存款8万美元的最佳时机 2021在新加坡注册的Rolls Royce汽车数量激增 并在2022年保持在创纪录的水平 目前等待这些汽车的名单已长达数年 一种类型的买家占主导地位 对于离开前院的汽车来说 这个城市国家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穿梭于圣桃沙的豪宅和公寓 以及其他极端财富地区之间的短途路线 前往豪华购物中心 家族基金的谨慎办公室和乌捷的私人俱乐部 据展厅员工介绍,新买家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这些流动是新加坡转型的一部分 新加坡正在成为中国一部分地区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和脱钩方式的代表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众多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投资者表示 中国个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顾问 现在将新加坡视为能够带领他们度过一系列预期风暴的船只 与此同时,他们补充到 这里正成为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业前哨与他们互动的越来越重要的地方 多年来,新加坡一直喜欢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瑞士 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 新的冷战终于将这种论调变成了现实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 新加坡能容忍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瑞士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科作研究员德鲁汤普森表示 这是亚洲财富的一次戏剧性的,划时代的调整 资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回报率最高的、最安全的目的地 在亚洲,这个地方越来越像新加坡、新加坡当地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内地买家的房地产交易是主要交易 国际学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数百名中国申请人申请的名额少得可怜 中国米其林星级餐厅可能只是能够为时刻找到明年4月的晚餐预定 由于中国人的涌入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双重提升 新加坡的中国家庭基金数量已从几年前的少数飙升至今天的约600家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约有500家中国企业在该市注册 准备利用其在新加坡的地位 更大胆地进入印度和其他面临障碍的司法管辖区 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业务成指数级增长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许多美国、欧洲和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将更多的高级职员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是合情合理的 Dentons Rodic律师事务所私人财富和家族理财业务联席主管Tier Manlow表示 我认为许多中国大陆客户仍然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比香港更安全的长期赌注 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政治稳定 其次是经济稳定 最后是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上升 但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 新加坡发现自己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中处于蓬勃发展的首要地位 但这个故事有着明显的脆弱性 中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容忍资本和个人的外流最终将达到一个可能带来后果的临界点 与新加坡政府关系密切的高层人士警告说 新加坡社会也可能进行反击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飙升 激怒了当地人 他们看到了租金上涨 学校爆满和劳斯莱斯数量不断增加的危险和分裂 与此同时 如此之快的大量资本流入 也使新加坡面临着不良行为者将其作为藏匿资金场所的潜在风险 资本总是在流动 他和控制他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回流 一位住该市的投资银行家说 稳定性汇制 自19世纪斯坦福来佛士爵士首次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以来 新加坡一直是中国移民和资本的中心 新加坡350万公民中约有四分之三是华裔 这使得新加坡在文化上很容易适应新移民 中国资金在新加坡经济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甚至在新加坡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新加坡之前 Insignia Ventures的负责人英格兰看说 Insignia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风险投资基金 有许多中国支持者 在新冠疫情期间 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大 作为共同繁荣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与世界隔绝采取严厉的封锁措施 打击财富 中国大陆的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随着世界许多地区 特别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投资和商业越来越警惕 新加坡的中立、稳定、低税收和低腐败 使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2022年 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Partners 对中国公民的移民咨询大幅增加 截至11月底 与2021全年相比 增长了83% 排在前两位的是希腊和葡萄牙 这两个国家提供黄金签证 无需在那里停留 即可获得居留权 新加坡排在第三位 Henley Partners私人客户主管Dominic Volek表示 一般来说 在纯粹的投资移民计划中 比如葡萄牙 绝大多数人不会搬家 新加坡和中国不同 很多人确实想搬家 中国资本流动最明显的领域之一 是家族理财办公室 即位富人及其亲属设立的私人财富管理公司 如果家族理财办公室位于新加坡 则有资格享受免税待遇 再加上该市的稳定 和全球受人尊敬的金融监管机构 基金数量急增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正在努力应对这一激增 审批工作需要数月时间 新加坡已从2018年的 约50家家族理财办公室 增至2021年底的700家 律师和财富管理顾问估计 到2022年底 这一数字将达到1500家左右 投资者服务公司IQEQ估计 其中约40%是中国大陆人 35岁的王爵来自中国成都 他是众多海外创业 并选择新加坡作为商业基地的 中国企业家之一 王说他将更多资产 从香港家族理财办公室 转移到2021新成立的 新加坡家族理财办公室 这位艺术收藏家和投资者 居住在中国 但经常访问新加坡 并在该市拥有房产 他有300多件捷克艺术家 阿尔芳斯木查的作品 他想在元宇宙中观看 新加坡是全球的选择 而不仅仅是中国人 他在接受Zoom采访时说 背景是美国艺术家Caus 日本画家草菅弥生 和一件明代古董的作品 政治稳定 经济稳定 最后 它是一个金融中心 资金可以很容易地流入和流出 他说 新加坡不必面对香港 那种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其中许多家族理财办公室 继续建立其他类型的结构 如离岸基金 新加坡会计机构的数据显示 作为2020年政府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从竞争对手的低税管辖区 吸引资金的投资基金数量 在2022年底激增至776只 2021年底为470只 该工具被称为可变资本公司 VCC 旨在吸引那些传统上 希望在开曼群岛等司法管辖区 拥有资产的人 Caroline Lee在新加坡为中国客户 提供家族理财办公室咨询 她同意Henley Partners的Volick的观点 及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希望搬到新加坡 她说 开设家族理财办公室 为获得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签证 打开了大门 许多人来回旅行 他们认为新加坡是国际化的 他们会说中文或英语 很容易适应其中一个主要吸引力 是新加坡的教育体系 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 该是一所大型国际学校的副校长说 在该校录取的最后20个家庭中 有一半来自中国 通常我们甚至不与父母打交道 我们与经理和他们所说的沟通者打交道 基本上是一名翻译副校长说 由于涉及到敏感性 他匿名发言 父母一方或双方经常出入中国 他们花了一大笔钱 在附近买货租了一套豪华公寓 然后孩子们和女佣 经理和沟通者住在一起 这一点在房地产数据中得到了证实 该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在新加坡两年的房地产购买量强劲 根据政府数据 2021 中国公民购买了1738套公寓 比2019年高出50% 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购买量略有下降 但2022年仍创下1314套的历史新高 根据城市重建局的数据 2022年私人住宅租金创下历史新高 超过了2013年的峰值 这是中国大陆人最后一次大量购买新加坡住宅 房地产研究咨询公司 Orange Tide的研究高级副总裁Christine Sun表示 我们的代理商告诉我 随着中国的重新开放 他们预计会有更多的销售额 在过去的一年里 很大一部分是奢侈品买家 以冷却市场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 使新加坡作为国际财富中心 在全球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1资产管理资金流入达到创纪录的 4480亿新元和3390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5.7% 相比之下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的数据 2021香港资产管理净资金流入为 1.514万亿港元和1940亿美元 而2020年为1.379万亿港元 存在风险 财富的重新调整 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更深层次 自我维持的金融中心的长期目标更加接近 新冠肺炎为新加坡所做的事情是 在危机爆发之前 它确实很难让金融专业人士社区自己自足 现在人流到了这里 决策者们都在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走到远处 我可以见到律师 资产经理 投资组合经理 家族理财办公室的负责人 想组建家庭的有钱人办公室在疫情之前 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设立家族理财办公室的投资者服务公司 IQEQ的亚洲首席执行官 Michael Marquardt说 在西方和中国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之际 新加坡仍然对双方持开放和欢迎态度 马夸特补充道 你可以是中国人 来这里吃中国菜 做生意 建立人际网络 如果你来自纽约 你可以来这里吃东西 做生意 新加坡还偷走了香港眼皮底下的重要会议 亚洲领先的四人资本大会 Super Return Asia 去年首次在新加坡举行 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大公司 和投资者 当新加坡想要一些东西时 整个机器都会支持它 新加坡风险投资协会联合主办了 活动 新加坡旅游局提供了赞助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其他机构提供了内容 主权投资者支持并传播消息 Shane Chesson说 新加坡 OpenSpace Ventures的创始合伙人 参与了会议地点的搬迁 他们打得很盲目 但行动也很快 不会浪费机会 他补充道 尽管如此 新加坡的许多人 仍不愿说这种转变是永久性的 如果富有的中国人觉得目前的镇压程度正在减轻 那么寻求退出的人数可能会减少 但专家表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 北京有可能将新加坡对中国富人的欢迎 及其伴随的资本流动 视为扩大其影响力的机会 汤普森说 中国有基于新加坡作为中国前哨的风险 它越是中国化和大陆化 就越有可能被视为大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生存风险 新加坡执政党正在努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是对该市精心管理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例如 政府在公共住房中设定种族配额 以确保种族和宗教和谐 公共住房约占新加坡人的80% 裂缝正在出现 新加坡富人和有报复的富人 以及其他当权派之间的对话 经常转向对新中国公民 在某些街区建造飞地或迷你唐人街的抱怨 但当地居民不满的最明显迹象是生活成本 尤其是不断上涨的租金 根据事件局的数据 第三季度私人住宅租金飙升8.6% 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长 以外国人和外籍人士为主的私人公寓 和大多数公民居住的政府补贴住房的租金正在飙升 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表示 政府很高兴人们指责香港侨民 但很明显 尽管这是一个促成因素 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买家 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支付双倍的要价租金 或者为空置的财产支付数百万美元现金 有人担心在某个时候新加坡当局将面临来自中产阶级的越来越大的抱怨 可能还有来自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数千名外国专业人士的抱怨 专家警告说 如果生活质量发生变化 许多富有的资本可能会继续流动 在这方面 香港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法进行了迅速转型 新冠肺炎限制措施造成了商业和人员的损失 这为新加坡提供了一个 关于一个城市财富变化速度的警示故事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Simon T.总结道 随着全球化的放缓 新加坡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期 在一个中国正在寻找朋友的世界里 他在新加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与此同时 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将我们视为其他中心的优质替代品 他说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一切都取决于不必 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这将迫使新加坡摧毁价值 冷战都是关于价值毁灭的